被我聊四季 天野中更新 大家好 我是Liu 今天要來看蒙古對上立陶宛 那這張地圖是禁壁島 這張地圖非常特別 應該是新天梯的圖 好 那來看一下這張圖的特別之處吧 中間有一塊大塊的湖 那有這個金槍魚群 魚群是大魚 魚船捕魚速度會很快 那旁邊還有這些香龜 一堆烏龜可以吃 所以這些魚群可以直接過來撈 撈這些龜龜 然後再來這邊蓋個漁港 那這邊漁港就可以直接把這個龜龜 放到這個漁港裡 這個採集資源速度就很快了 那算是這張地圖的小細節 所以這漁港也不是說想蓋哪裡就蓋哪裡 好 那這張土器跟有木一樣 就是你一開始要趕快去挖木頭 然後產出第一艘漁船 然後盡量讓自己的漁船不要斷 然後肉也不要斷 也不要斷村這樣子 所以這個資源掌控是非常注重的 那一開始是五個人去挖伐木 然後趕快去蓋他這個漁港 然後再用這個漁港旁邊的這個小灰龜 採這個食物 那這邊立陶宛 欸這個是誰 蒙古 蒙古這邊的玩法好像就不太一樣 他這邊是先採了一堆食物 漁港的話比較晚下一點 那這邊看起來是立陶宛的開局是比較OK的 好 那來看一下 這一艘漁船一出來之後 立陶宛這邊經濟喔 就會比蒙古好上很多 現在光飾演分數 立陶宛就已經領先了 好 那我們這邊先加速一下 看一下蒙古之後怎麼發展 蒙古應該還稍微趕快去蓋漁港 哇 這邊漁港蓋的細節就不是很好 剛剛沒有貼到這個 哇 結果還被立陶宛的刺頭襲擊了 好 那這邊 這邊的香龜喔就不能採了 他就不能這樣子近距離採集 好 但是你們看這邊數量已經來到蠻多的 當蒙古有兩艘漁船的時候 立陶宛已經有五艘啦 多了三艘漁船 來補這個金槍魚群 所以這個肉量喔 很明顯就看到這個數量差蠻多的 但是這邊 他這個打法比較算是 樹上封建的打法 但經濟量會很慘 但你們看立陶宛這邊 經濟量很好 但還不能點這個封建時代 所以這邊他會優先去把自己的家給為死 那這張土器有點像是這個阿拉伯 但是比較特別的是 這些地方喔 都是海域可以經過的地方 雖然一樣可以開建築物 但可以用這些戰船阿 然後開進這個地方 所以一些海戰比較有優勢的文明 像什麼韓國 西班牙還有這個 意大利還有圍巾等之類的 還有這個達魯P圖 各式各樣的海圖文明喔 這張圖是超級強的 基本上從頭到尾都出漁船 戰船都沒什麼太大問題 基本上不用出力量位 所以這張圖 我覺得算是現代天梯來說 比較有趣的一張圖 剛好有拍到這場不錯的比賽 那就來放給大家看 好那這邊立陶宛 漁船來到六艘 非常大量 下面這邊 赤頭也在探查 但是這邊蒙古 下來 來緊追喔 這個漁船的數量 但這邊感覺蒙古 是要來先打這個 戰船的部分 先去來騷擾 因為這邊立陶宛 確實漁船按太多了 導致這邊有點難上這個 封建實彈 好那漁船部分 好像是跑到後面了 欸對 因為這張圖 基本上都是海圖 你把漁船往後搬 就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雖然就不能吃中間的大漁 後面都是小漁群而已 那應該算小龜龜 那跟小龜龜的話 採集速度就比較慢了 冰槍鱼的話採集速度會快一點 好 這邊 陽床港口開局 欸但是立陶宛這邊是戰船開局 而不是群的出火蒙筒 火蒙筒沒有出的話 出這個戰船的話 就很吃這個操作了 那數量可能要先捏一下 比較好一點 先放在魚缸裡面 不要去出來比較好 好那這邊蒙古的刺口 一直在找這個漁船的位置 好那這邊刺口看到漁船的位置 好趕快馬上把這個火蒙筒往上拉 去做燒了 好但是這邊已經來到第三個碼頭 第一陶宛這邊 用盡全力 再採支援 欸唷 這個刺口有點受傷 看你出事了 好但是這邊漁船大肆逃難 你要去哪 好 戰船出來了 戰船出來之後 第一時間是往 往對手加跑 我們五加跑 但是這邊 戰船數量其實不多 只有兩艘 那兩艘自爆船跟在後面而已 我要這邊炸一下 直接殘血 完蛋 這個漁船喔 可能被燒到聖火法治理了 蒙古這邊 散船的一個效果非常好 都有跟到這些漁船逃散的位置 看來這個漁船全部都不飽了 好那這邊立陶宛 又先使用這個漁船 點掉了一艘漁船 但是被後面三艘火木桶追著跑 上面的漁船也是看起來涼涼了 漁船也被燒光了 立陶宛的漁船只剩最後這兩艘 這一艘也不飽了 剩下一艘漁船 反倒是蒙古這邊 已經開下兩個漁船了 漁船數量已經慢慢穩定下來了 那個戰船來到七艘了 立陶宛這邊的進攻看似全速失敗 感覺要搶回這個海域有點困難 可能要往家裡的發展為重心了 這邊要防守就有點困難了 因為這個火木桶可以想去哪就去哪 現在立陶宛有一個選擇 就是在這個三港口的地方插下箭塔 然後去做一個箭塔反擊的一個方法 但是這個方法比較 投資成本比較大 因為要挖石頭 而且幹下去也不一定喔 海域打的回來 所以立陶宛現在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插箭塔 然後反擊 然後出自暴法 然後扎光 然後再出這個戰船 修操作 然後插箭塔防守 然後再來就是直沉 直接直沉上城堡時代 這比較好一點 但是蒙古這邊也太狠了吧 沒有已經海域已經打贏了 還在出這個火蓬頭 非常壓制性的打法 OK那這邊自暴法直接出來炸個一波 然後這邊再炸一下 OK 哇 這邊炸的不錯喔 全部炸的差不多了 好那看起來立陶宛是選擇使用自暴法來防守的一個方式喔 所以我剛剛講的差不多 那種選擇方式喔 使用自暴法加火蒙筒直接硬打 好自暴法的效果還不錯 這邊上龍筋 嗚喔 一次炸兩艘 就來了 然後這邊蒙古的一個 火蒙筒的數量就被拒減了 那這邊還有三個碼頭 再成這個火蒙筒 應該是可以把數量拿回來的 但是立陶宛這邊投資的成本有點多 你看支援數一點就不太上了 說明數也有點少 那蒙古已經快要上到城堡時代 那這邊還是在努力的想要出漁船喔 來這個防守 這邊把三血拉回家 用村民去修一下 那家裡漁船沒有補 好在這邊蓋一下一個魔房 看起來是想來種田喔 好 不然他快要斷肉了 好這隻水牛吃完就要斷肉了 海域不能捕魚的情況下 看起來立陶宛 並沒有這麼 好過的感覺 但是蒙古這邊黃金挖的是比較多的 雖然肉也是很少 只有兩艘漁船在捕魚 基本上都是在靠魚船的肉 在把這個肉量撐起來 也沒有進行種田的動作 這張圖真的是有別於一般的海圖 這打起來真的是太多樣化了 不像一般的阿拉伯這種斯文 肉很容易會斷的這張圖 那如果要撒農田的話又很危險 如果不是撒到這種青草地上的話 很容易撒這種地方 就會有點問題 可是我記得這個地方好像也不能撒田 所以這邊感覺還是要 瘋狂的去捕魚比較好 然後利用這個魚船喔 去造這個魚網 去撒這個魚網出去 然後來增加自己的肉量 這張圖的肉量 獲取量真的很慘耶 你看這個立陶宛的肉 41肉而已阿 好 但是 這邊 不小心按燒了一招 貿易商船 這個蒙古是不是按錯啦 他是想跟對方貿易嗎 貿易商船走出來 直接在你家貿易 欸奇怪 這艘船怎麼會攻擊 是貿易商船阿 只好去你家貿易一下 但是利桃表示 我們不允許黑船貿易 我們是鎖國政策阿 杜絕黑船 直接把這個貿易商船給機會 好 但是利桃玩 漸漸地使用自爆法 跟火猛筒 慢慢打回來這個海域優勢 那這邊的話 欸有兩艘 有沒有看到呢 直接炸個一下 直接殘血是有幾乎收掉的 欸趕快上去炸個一波 炸裡面一點 哇 炸到村民 呵呵 還炸到一艘船阿 哇 這邊蠻賺的喔 好那這邊火猛筒 應該可以燒掉一艘 OK 那再殺一個村民 可不可以 再噴一下 再噴一下 再一下 應該可以應該可以 再噴一下 又殺到一村 哇 那這邊利桃阿 有點打回來的感覺 這個自爆法一直炸一直炸 好 炸到這個蒙古有點快受不了了 好那肉量的部分喔 開始在家裡種田 然後再殺 再來吃這個 外面的香龜 有這個香龜的話 就可以把這個肉量拉起來 反倒是蒙古這邊點到了 城堡時代 那這邊感覺是靠貿易上去的 但肉量是確實的不夠 那也沒什麼 也沒什麼人在採肉 都是在這邊伐木喔 採金礦那些的 所以這邊 可能要找個機會喔 去把這個魚喔 補回來比較好 所以如果要撒魚網的話 這種地方是不能撒的 只能在這種 小小的地方 河岸去撒這個魚網 所以這場 爭奪這個海域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基本上 誰打贏了海 誰就打贏了這場比賽 可以這樣說 所以我覺得這場 圍巾了應該是蠻猛的 因為圍巾本身 經濟加成又很強 圍巾戰船傷害又很高 然後射程又很遠 好 那看一下 木頭 木頭 15人 我來挖木頭蠻多的 兩邊都是蠻多的一個狀況 好 但是 蒙古上到城堡時代之後 馬上要去點那個 弩炮戰船升級 好 升級點出來之後 應該就可以稍微把立陶蘭打回去了 但是立陶蘭這邊也可以點神堡時代 好 木頭蠻多還在按 木頭 戰船的孫姊也在按 但是 家裡喔 沒有在補這個魚船 魚船沒有補 有點可惜 是我就會抽按個幾艘 抽補個魚 壓壓金 誒 剛剛說按你就按了 呵呵 那沒錯啊 還是該按魚船的啦 不然這個 你打贏海的目的 就是為了造魚船 打贏海 然後不造魚船 這個意義就不太大了 好 但是這邊喔 馬上海域又被打了 回來的感覺 三艘 火戰船直接出來 哦 變四艘了 哦 直接來包夾這邊 火蒙桶 火蒙桶這邊集火效率還不錯 很快就可以燒掉一艘船 好 那看一下這邊 能不能燒掉大量的魚船呢 右邊 右邊能嗎 在燒嗎 好 魚船看起來 只能再回去喔 追這個立陶宛的魚船 立陶宛的魚船 可能要趕快逃難了 欸 再逃了 再逃了 有點大軍壓盡喔 這個魚船是必要逃 畢竟還沒有城堡石彈 現在立陶宛的目標 就是要趕快的到城堡石彈 然後去拖時間喔 不能把這些戰船給送掉 不然這邊送掉的話 可能會有點慘 一講完就想送了 對於火戰場這麼多的情況下 其實是很能打得贏的喔 好 那自爆法又出來準備要來炸一波 砰 砰 砰 哇 好 這一波反擊打得不錯阿 這個自爆法拯救了這四艘火蒙筒阿 好 那這邊自爆法建大功之後 馬上補一下這個奴炮戰團升級 那聰明喔 趕快要來再修這些殘血的火蒙筒阿 不然這個血量太低阿 欸 但是蒙古蓋下城堡之後 馬上出這個蒙古突進 又來反殺對手了 那這邊立陶宛可能會有點慘喔 立陶宛完全沒有防禦能力喔 欸這有一個莫斯科蜥蜴喔 好 科莫多巨蜥 這個蜥蜴開始在咬了 沒關係 但是火戰衝 哇靠直接自爆炸死了 三隻 哇 自爆法這張圖太爽了吧 哇 一直炸一直爽 這個海圖真的蠻好玩的 感覺 感覺我有點動力想練這張圖了 不然我平常都是練阿拉伯的 感覺這張圖玩起來也是蠻有趣的 打這個戰場 炸來炸去也是挺有趣的 呵呵呵 好 呃 黃金部分 看起來是蠻多的喔 那這張圖也是 像阿拉伯一樣 都有野精也是 遺跡也是有的 呃但是這張 尤其是海盒的關係喔 大家並沒有那麼多的心思喔 去蓋這個遺跡 可能這個修道院 好像到後期一點 才有這個吸力去解 可是到後期的話也不一定 因爲其實 後面開機需要更忙 好 大拉伯戰船 直接來到了蒙古家門口 但是這邊自爆船也過來 哎 完蛋 哎呀 直接被炸到產檢 好這邊 可能要再損失一台伯戰船 但是有城堡在後面cover 有城堡在後面的話 這邊船就不能太囂張 可能還叫後車一點 不能直接碾壓 那這個城堡蓋的位置還真不錯 可以守到金礦 可以守到一些田 重點是這些漁港都可以守住 好但是下面這邊 完全沒有東西可以打 所以這邊火戰船還是往下面衝 好兩隻蒙古突擊 慢慢走到立陶宛家裡 這邊蒙古突擊過來 哎呀 這邊立陶宛可能已經頭痛了 家裡完全沒有任何單位可以反手 好這邊用TC 看可不可以直接射掉 哎呀 還有一隻沒射掉 那還可以喔 應該會死個兩三村喔 但是有火爆破傳過來 應該是可以解的掉 好 啊蹦 OK 立陶宛的反制速度還算是蠻快的 但是自己的肉量越來越不夠了 雖然現在是3TC在運行 但是他的農田喔 數量太少 還是要靠這個補魚喔 去吃這個 好 但是中間的火戰船數量又多了起來 兩邊的海戰又再度打了起來 好 爆破傳 快3 準備要再來爆個一波 蹦 哇 三台殘血 好再來一波再來一波 好 但是這個魚港掉了一個 直接硬追 這個速度很快 可以炸掉一艘沒什麼太大問題 蹦 好 泳子殘血的 完蛋 這個有點虧 這個自爆船直接去這樣子互換 哇完蛋 立陶宛這邊大虧 我看到這個畫面我就知道不妙了 你怎麼會按到貿易商船 蒙古阿你在幹嘛 你怎麼又按到了貿易商船 哇 我的天 沒關係他就算按錯了還是贏 看起來數量還是挺穩的 好爆破團再來想要嘗試去撞個一波 欸沒有撞好欸 兩艘殘血 不然這裡有可能可以直接擊毀兩艘的 好稍微退一下 但是前面蒙古突擊 又來了一波到了立陶宛家裡 哇這邊抓到一些村民喔 本來要蓋一個人還沒抓掉 家裡可能有點難守喔 好這邊有出生旅 生旅的話就可以來著想 好趕快補下這個城堡 不然這個金礦可能會不妙 欸3D 喔趕快蓋 不然這個蒙古土地射三發的城堡就掉了 650石頭就沒了 趕快跑趕快跑 K了400多了 這不能再蓋 再蓋下去可能會出事 好那海域的部分 立陶宛還在想辦法挽回喔 自爆船也在繼續出 那立陶宛這一波看起來有點巨傷阿 PC算開得很快阿 但是經濟有點跟不太上 開始有點斷肉了 斷肉的話就有點難搞了 好自爆船炸一波 OK炸了兩艘三艘全爆 好 但是海域依舊沒有戰船 一直用自爆船去打的話 可能會打得有點痛苦 好城堡過來招翔 阻止一下對手 好但是這個城堡看起來是很能蓋 好這邊要硬碟嗎 硬碟的話可能會被招走 欸有機會又回頭 直接被招走兩隻 然後蒙古古徑 想要射森女 所以馬上回頭 好那這邊城堡看起來能蓋得起來 這隻要損失幾隻村民了 好海域的部分 立陶宛看起來有點半放棄了 因為有點在斷金的關係 這邊重要的祖金喔 被這個蒙古徒弟騷擾到 導致被漁船 而且出不太出來 好蒙古點下一級農田 看起來還是要灑點 喔原來這個地方是可以灑農田的 不好意思更正一下 太久沒有打這種地圖 呵呵 這個變成水稻田 你看這個一般是叫農田 然後這個叫特殊水稻田 非常有趣喔 那個是立國 農田那個名字還會更改一下 好水稻田 開始動 這樣子的話 這張地圖其實還可以種下蠻多的農田的感覺 但是這些農田喔 還是會被這個漁船給騷擾到 不是漁船 漁船 這個漁船 我們 這個僧侶 想要撿一隻魚被殺了 好 下面這邊有蒙古徒弟 在下面想要射進去 我們能打得進去呢 家裡 滴下了一些房子 然後來補補這個農田 想要先把這個熱熱熱拉起來 那順帶一提喔 立陶宛的一個戰毛兵跟長槍兵 跑出是蠻快的 所以感覺立陶宛是 可以嘗試出一點戰毛去防守 但戰毛遇到戰船又是沒者的一個狀況 所以這個戰船要怎麼打贏也是個問題 好這邊一艘火戰船出來直接送 哇 送掉了 好 那下面這個房子看起來快不飽了 但是大量聰明往前 這個蒙古看起來是要來前置城堡 前置堡 然後壓TC的位置 直接中擊下方這裡 好像是一個獨特的選擇 雖然這裡沒有任何資源可以挖的 只有木頭 好結果蒙古這邊即使打贏了海域 也沒有去出這個漁場 反正是要走這個農田的方式 雖然他是蠻注重海域有沒有打贏這件事情 好房子慢慢被修了回來 城堡蓋下了 我們有一隻巨蟹在偷打點春雨 好 黃金也慢慢往外挖了 好 終於海域有慢慢打出去的感覺 立陶宛又可以 出進了 港口出進 但是這個城堡蓋的位置有點尷尬 這邊是不能蓋城堡嗎 哇 這邊城堡不能蓋的話 還是有點危險喔 這邊這個城 這個黃金可能會不飽 好 立陶宛再偷偷撿銀姬 那立陶宛的銀姬 只要減越多的話 那個騎士的傷口就越高 但看起來立陶宛現在要出騎士是有點困難的 雖然肉量感覺像可以到帝王時代 好這邊稍微買賣一下 然後去賣了石頭 然後換了一堆黃金 上到了帝王時代 但是蒙古這邊早就已經要 到帝王時代了 那這邊只用火戰場 來殺這裡野精的村民 看起來 蒙古這邊 會蠻強的喔 這邊帝王上去之後 大衝車巨頭開閘 立陶宛可能會撐不住啊 這邊三驢 檢疫機檢到一半 直接招降這個火戰船 招得到嗎 唉唷好險喔 極限3D 直接反招 好這邊想要使用火戰 自爆船去炸村民 太狠了 哇 太無情了 這個地圖好玩的地方就是在這裡 各種船類喔 都可以去殺了到村民 太狠了 真的太狠了 好這邊 欸 村民直接被射 快跑快跑 那感覺這張圖器 敗戰艇也是蠻厲害的 感覺敗戰艇也是蠻適合這張圖 因為敗戰艇火戰船 有這個攻擊速度的加成 實質上雷打的話 敗戰艇這張圖感覺是不虧的 而且這邊敗戰艇還有這個 很便宜的一個帝王時代升級 速帝升級法 速帝升級法 好這邊擺一張 巨頭兩台了 恐龍力南修就回來 那這邊有大概 兩隻的獵集 好沒幾隻有兩個 雖然這邊一攻都沒有升 但是卻有加二攻 那烈鐵士的血量都有100隻喔 算是蠻尷尬的 這個馬就還沒有尬 平總也沒有 所以血量呢 非常的狠 好大量火戰船 直接看到立陶宛的蛙巾處 好這邊來點一下尊瓦基礎 再來提升建築士防律 看這邊村民大量被火戰船燒 但是這裡有自暴船兩艘 直接硬仗 恐蹦 然後再來招翔之邪滿的火戰船 就可以反殺全部的單位了 但是這邊生綠在發呆 村民還在被燒 大家努力防守住城堡這個位置 城堡有不夠關瓦技術之口 抗巨頭能力就會好一點喔 但是這邊還在努力再去這個 烈提斯 烈提斯 攻擊一十六 哇還點下精銳啦 精銳烈提斯無力很猛的 好那這邊招槍子 滿血的火戰船 應該只能招到 沒什麼太大問題 OK 找到了 一套這邊跑速也在升級 但是平總還沒有升 一定要在修這個城堡再多時間 好 烈提斯更容易越多 感覺這一波有機會打得贏 但是利潤忍不住了 三房還沒有好就要衝了 還有五秒 但是堵住 尷尬 哎呀 這次要從右邊了 從右邊的話 能過得去嗎 然後後面加里趕快堵 烈提斯拼分兩路 到後面的烈提斯 開始要包過來了 中間的地區有點難守 烈提斯後面直接攻擊 蒙古突擊 蒙古突擊 雖然倒下滿多的單位 但烈提斯也死得差不多了 好再看一下烈提斯 還是要往後走 不用往前 好這邊要先擊回大量的一個 蒙古突擊 蒙古突擊 很痛 直接打下了GG 為什麼 投降啦蒙古 呵呵 蒙古這邊大量蒙古突擊 被打倒之後 覺得這一波進攻沒希望 突然就點下了投降啊 有點可惜 不然我覺得蒙古是蠻有機會的 但是這邊蒙古沒有開TC 難怪啊難怪要投 這邊村民術差了快40村了 沒想到立陶蘭這個烈提斯 這麼強 金瑞烈提斯 無視防禦力 直接敲爛這些蒙古突擊 但其實蒙古突擊本身就沒什麼防禦力了 基本上是0防 所以 所以這個 打這個蒙古突擊好像意義不太大就是了 它這個特殊能力了 但是它基本傷害是很高 16攻 大概4下 4到5下就可以戳死一隻了 好那看一下經濟的部分吧 經濟看起來也是蠻OK的 這張圖 帝王時代兩邊都算是差不多 那這邊農田也是點的比較晚一點 到20幾分才點才開始在種田 因為前面打太久的海戰 那這張地圖整體起來 感覺玩起來還是不錯的 那如果想用這張圖的玩家們 可以趕快去天氣上跑來看 說不定就可以玩到這張圖了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